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一下子又不見了 很多人跟她說 痴痢根沒得搞的 要不你就做手術 要不就掉心水 不要做電視台 那時她沒錢做手術 排公立醫院嗎? 又不知道要排到何時 不過幸好她從小到大 都習慣了要盡力解決問題 於是她每天浪費三個小時 左手拿著報紙 右手拿著錄音機 自己讀完又聽 然後再逐個字去改 然後給老師去聽聽 同學聽聽 看看自己有什麼問題 最終到了暑假 她終於如願意常 進了電視台做實習記者 到她做了記者之後 世界又不同了 面對著高官社會的精英 這個鄉下仔 要鼓起勇氣 拿出自信 勇於發問 本著記者的天職 她要拋下過往的包袱 拋下自卑的心魔 甚至去到世界各地採訪 最後她發現 只要肯試的話 一定會進步的 而且世界一定比想像中更加大 如果當初不肯改 不肯試的話 不知道今天又會是怎樣呢 剛剛這個故事 其實是我一個小秘密 很多人有自己的問題 自己的缺陷 其他人會覺得微不足度 但是永遠有苦自己知 我們可以選擇 視而不見 書書伏伏地停滯不前 又或者 我們可以 勇於踏前一步 面對問題 有時 要迎刃而解 比想像中更加容易 小時候讀書成績不好 爸爸會和我說 努力過問心無愧就可以了 到我出來做事 亦都是拿著這個座右銘 努力去實踐 當中可能會遇到很多困難 甚至結果未如理想 但是看回頭 我已經賺了 希望大家都可以 努力去嘗試 看回頭 得到的一定比失去的多